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为了你上一任的女朋友 就是放弃了纽约的工作 然后去到她城市 然后你说这是你的底线 我想理解一下 是不是你不够爱她了 因为我觉得相爱的人 就是因为一个工作 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能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是应该不够爱她吧 这样吗 我们其实都是校友 但是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背景 它可能适合去不同的地方工作 所以说我就是先往纽约方面 就找所谓最好的工作 但她说她不想去纽约 因为她讨厌大城市 所以我们就各退一步 说咱们要不就到 离得比较近的芝加哥去吧 我就把所有之前 找到的面试全都推掉了 然后重新开始找芝加哥的工作 还帮她找了好几个面试 男生很好 但是她没有跟我商量 她就接了一个 我们学校本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我当时就很困难 很为难 我觉得爱不是彼此牺牲 而是互相成就 如果我的爱让我去牺牲的话 那就不是爱 对 我想请问一下你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的年龄 也是相对于比较成熟的 而且也很优秀 当你在一个很 比较好的工作或者是城市中 你能接受一个小女人 她放弃她的事业和工作 去黏着你的吗 我觉得不要 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独立 不应该有一个人 为另一个人放弃自己 我能不能问一下 您说的黏在一起的定义 等一等 等一等 我很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事 首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 生活目标 理念 如果能够相同 共同走在一块非常好 如果不合适 两个人的理念不合适 没有走到一块很遗憾 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不爱 是 不是说因为爱 就要连自己的职业 理想 什么都要放弃的 但是她说它是一个底线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两个人在一块 就一定意味着一个人 要为另一个人牺牲什么 放弃什么 而很有可能是两个人 共同成就什么 对 对的 为什么一定要为一个人 放弃什么呢 但是她如果为了爱愿意呢 那她愿意 那是她的事情 但她不愿意 不应该受到指责 对吧 嗯 她的逻辑是这样 要么你为我牺牲 要么我为你牺牲 能不能两个人 好好地幸福地 共同谋划一个目标呢 对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就好 互相成就共同奔赴吗 找到我们属于 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去 不是一个人 非要为另一个人牺牲的 我觉得可能我的家人 不会喜欢这一类型的 4号 马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比如你们两个相爱了 比如说我现在 我女儿在北京工作 女儿在上海 好 自然是飞机很方便 你看看是不是会主动 去北京那边陪陪她 好 爸爸帮我问出 我想问的问题 如果您问的是 这么细节的问题的话 我答案是肯定的 我的快乐飞已经 快乐飞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这期节目 是由民航局赞助的 每一个人都提到 有一款航空公司的产品 它那个叫周末什么随心飞 对 那我这个更好 我这个比它好很多 我知道的 我这个叫快乐飞产品 一个是随心 一个是快乐 快乐飞 刚才还有个什么飞 是假日 假日随意飞 假日随意飞 我们是个购物节目 赶快下单只要999